好 剛才我們談到說為了說白啊 現在台中市政府是不是應該從善如流 先請教國民黨的少廷議員 因為今天連顏寬藤也出來說嘛 他說他真的也很怕政府這樣擋腳手耶 所以是不是顏寬藤竟然有質疑 林靜怡也是啊 希望這個盧秀燕好好出來講 台中市政府是不是不應該再這麼堅持 就是最低兩個人 因為這把他增加到五個 這是做得到的吧 哪有可能台中市找不到人 來請教少廷 這現場三個都是選過局的嘛 這個三個議員 我想選舉時大家都會怕輸 當然大家都希望公平 那公平剛才永宏也講嘛 所有事情都會規定 就有個SOP 那照規定來怕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在討論台中市政府 到底為什麼不這麼做 為什麼不那麼做 我們大家先看規定是什麼 選罷法第五十九條 就在規定這個監察人 第五十九條寫得很清楚 然後第五項 他說各個候選人派的監察員 萬一有的人放棄派嘛 他都要你說 我們一個人可以派一百零幾個 有的人只派九十個 剩下的 根據第五項的規定 他寫得很清楚 是由選委會來臨派資 選委會 就比如說這次選舉 就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的選委會 還不是市政府 選委會嘛 那他選 林選的是誰 地方公正人士 或者是剛才講的嘛 這個學校 機關團體的人員 那這個就選委會 該做的事情 但是現在林靜宇委員 他要求的是什麼 他說那是不是由我們 兩百九十五個開票的時候 我就派一百零五個 我想多派 問你這跟現在的規定 不一樣啊 那到最後一項喔 選爸爸第五十九條 最後一項來講說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來定資啊 就是說 如果你台中市的選委會 他有別的意見 或別的候選人有意見 再到中央選委會來定資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樣子 我在這邊啦 我們都贊成 選舉一定要公平 公正公開 這個選間人員 覺得是每個候選人 最要的地方 那如果林靜宇委員 他認為說我兩百九十五個投開票所 我都要有我的人在 我覺得我建議他 他直接提出一個正式申請公文 到台中市選委會 因為他跟現在的選 他的要求跟現在選霸法 是不一樣的 那台中市選委會有義務 丟到中央選委會 不然的話 即使我們選霸法行之有年 二零一八年 我們家中打算過而已 明年二零二年也要選舉啊 高雄市也會有這樣的情況啊 市長選舉 比如說五個市長選你 所有的投開票所 你不可能大家都有你的檢測完嘛 你一定會不夠的時候 照規定是選委會 他要去聯聘的 不是說我陳其邁市長候選人 或者國民黨的候選人 我就是要派到全部組合 這跟現行規定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先不要把矛頭指向 台中市政府啦 因為這個不是他能夠一個人來決定的 所有還是有規定 選霸法第59條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按照規定來做事 好啦 這個國民黨也是說一切都照規定啊 不過時期節 確實我們看到 欸像是這個易景龍大哥 他上一些政論節目 他就講啦 他說過去中二過去這個選舉 確實就是有蠻多疑點啊 像是說 欸陳世凱 兩邊都輸 怎麼會這麼多 在山路裡這邊都輸 九百多票 剛好這麼多 確實大家會提出一些質疑啊 那為什麼 好現在好像綠營 對這個台中市政府不太信任 這個原因是不是也有一些內情呢 我覺得的確是長期累積下來的 一些印象啦 因為陳世凱在選的時候 那個過程當中 的確就 就有非常多的選民 是不敢表露自己心聲的嘛 甚至到了現在 2021年的現在在補選 都還有這麼多的選民 在看到候選人敗票的時候 要偷偷的比出來說 啊不要講話 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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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透露我的 我的這個投票的態度 那所以在這種 有黑陰影的狀況底下 難免回過頭去檢視 就會讓人家擔心說 欸那現在要辦選舉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讓大家都信賴 我覺得那個信賴 極為重要 就公家機關是不是 能夠在辦選務的過程當中 獲得普遍性的共同信賴 我覺得那個是這個 當地的縣市首長 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回到這個 中二選區的監票員的問題 就是說 你說台中市選委會 跟台中市政府 到底有沒有錯 到目前為止 他當然都會站在一個 我沒有違反法律 我就是守法 但是我會認為 因為全國現在也只有 這個區要選舉 只有台北有一個罷免 也就是說 第一個人力絕對充分啦 第二個是說 在過去大家都 睜大眼睛 在看著台中市政府 有沒有一些行政的方便 行政的資源 特別獨厚哪一個陣營的 這一些檢視之下 我覺得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選委會 就應該要盡可能的 給予各個陣營 最大的協助與方便 因為唯有做到一個 一個滿足你的要求 才不會落人畫餅 那落人畫餅 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儘管你守法 可是當這個不信賴的種子 如果在人的心中 開始產生一些疑問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的危機 因為不只是會影響到 這一次中二的補選 會影響到你盧秀燕的 連任記錄啦 那這個才是相關聯的 而你盧秀燕的連任之路 需不需要嚴加的幫忙 超級需要嘛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更應該要 要讓對方沒有話說 你就是要這樣 毒死那些 你懷疑我 我就毒死你的嘴 我就給你做到一個 一個極致 我覺得唯有這樣 你才有可能建立 雙方都信賴的那樣子的 一個行政單位 所以我會希望盧市長 不要小看這一個事件 儘管台中市協會 我又沒有違法 我就合法 你看他就說兩個 法律規定就是至少兩個 對我就採取這個下限 你可以方便的時候 你可以到上限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調高 那個上限的幅度 我覺得這樣子做 對顏家好 人家對手沒話講 對盧秀燕更好 哦你果然是盧市長 而不是顏市長下面的盧小妹 這個對盧秀燕作為一個市長 我覺得是他的威信 他的權威感是一個很大的 這個建立 和被質疑的這個利基 所以我會建議台中市選委會 你應該要用一個最高的標準 來面對你現在市內的這一場補選 而且呢現在看起來 顏家他越來越多的事情 被這個爆料也好 然後被質疑也好 我會覺得跟顏家的關係太過緊密 或者是你開太多方便之門 其實對台中市政府都是有傷的 譬如說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區 台中的區 的確為什麼明明你市區公所 這個主辦或協辦的這些活動 為什麼你都只有單一的候選人 可以到現場去 不管是握手 然後或者是說他也有努力爭取 可是畢竟現在是在選舉期間 盡可能的做到方方面面都要公平 你這個候選人來了你就更大氣 其他四位通通邀 如果候選人不來 那是他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都邀 以表示說我行政單位的確中立 我覺得那個才是應該有的態度 沒有錯 這個台中市政府真的應該要審慎來因應 那上次其實剛才時期節有講到 顏寬恒從選舉來真的家族很多的事情 都被異異的放大檢視 好不過我們來看到最近顏寬恒的選戰新招 我們請坤城議員一起來看 因為顏寬恒最近在臉書上 他就放了一支影片 我們來看他跟哪些人站在一起 首先這是台中的立委楊瓊英 南投的許淑華 還有台中的江啟臣 也是這個前國民黨的黨主席 好那顏寬恒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他沒有當立委之後 最常通電話的就是這三個 一個他要叫阿姑 一個他要叫阿姊 另外這個是他的好兄弟 好我們看到這個國民黨 中部三位立委這樣合體拍片 來挺顏寬恒 那很多人說顏寬恒出這一招 是不是就是為了回應 林靜怡先前的談話 因為林靜怡先前說都幾歲啊 成年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別說這樣才50歲啊 要找頭路還要爸爸媽媽出來背書 這樣沒什麼憾力啦 雖然林靜怡當時是在回應一些 王力宏的風波 可是王力宏四十個回 顏寬恒四十四歲差不多啦 所以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也有一些呢 稍微也有在談到這個顏寬恒的部分 所以讓顏寬恒趕快抓一些 這個以前立法院的前同事出來 可以讚聲咧 來這個部分 昆程議員怎麼看 在回應顏寬恒這個推薦影片之前 我還是先講一下林靜怡這個監察員的風波 其實按照這個規定來講的話 這個選霸法的規定第59條第一項 剛剛邵婷是講第四項第五項 還沒講到最重要第一項 其實最重要第一項就是 每個投開票所的監察員 至少是兩個人 至少是兩個人 所以至少是兩個人 結果這個台中市巡委會 他是用兩個人當標準 那用兩個人當標準 就是造成現在的風波了嘛 到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只派兩個人的話 變成林靜怡也好 或是顏寬恒也好 他們就派不夠 他們最多只能派到104個 因為有五個候選人 每個候選人只分到104個 那表示說 至少這個林靜怡跟顏寬恒 都有154個投開票所 他們沒辦法派自己的監察員嘛 那其實這個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巡委委會 他就是依法辦理 依法辦理其實就是 按照選霸法的規定 就是派兩個以上嘛 那現在大家覺得說不夠嘛 那顏寬恒覺得說怕政府會動手腳 不過這個政府拜託 這次的執行的單位是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選委會 所以顏寬恒選舉選這麼多次 他可能不知道說 這個選舉到底是誰辦的 這次就是台中市政府辦的 所以很多爭議都是找這個民政局 台中市的民政局局長來問的嘛 沒有問到中選會去啊 那所以說如果顏寬恒也怕說 台中市政府動手腳的話 那很好啊 那就是每個跟每個這個候選人來講一下 那是不是說好 那我們就是至少兩個以上嘛 那是不是每個這個參選人 我們再多派 那只要五個人都同意的話 那台中市選委會 就按照每個人的這個五個參選人的同意 那那就好啦 就每個都把它派足嘛 那這樣不就好了嗎 就解決這個爭議 那台中市政府不做這樣子的事情 沒有按照這個選報法規定來做 那反而說我們就派兩個 不夠的話其他我們會派 那當然會讓林靜怡政影覺得說 怕怕耶 因為之前很多事情台中市政府 對於顏寬恒就是遇到顏家就轉彎 光是這個違建的事情 拆到現在這牆都還沒有拆掉 所以當然林靜怡這也會懷疑就是說 那如果我們不能派足夠的這個監察員的話 擔心啊 在這個唱票的過程當中會有問題 因為監察員很重要的這個部分在於說 如果最後開票 開票就是說這個是有效票無效票 這是投給林靜怡還是投給某某人 都要看得很清楚啊 那如果說有計票員亂喊 那監察員在旁邊要制止啊 他說你喊錯啦 這張票是喊給誰的 喊給林靜怡你怎麼可以喊給其他人 或者說這張票明明是投給林靜怡的是有效票 你說無效 那監察員的角色就在這邊了嘛 所以說林靜怡為什麼這麼擔心 就是說這次的選戰真的是五五波啊 那所以說如果沒有自己的人 能夠在每一個投開票所 看最後開票情況是怎麼樣的話 那真的也很擔心 像在地的議員就覺得說 那比較靠近沙路的 比較靠近海邊的 那萬一沒有我們自己的投開票 投開票所沒有我們自己的監察員的話 那這個有效票無效票 他投給林靜怡的亂喊 這種事情會不會發生 那為了台中市政府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你就跟五個這個立委的候選人 講好就好了嘛 那每個人派到足夠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那我覺得台中市政府齁 每次都是都 這也沒什麼困難啊 但是公親病數數啦 他應該是站在中立的角色 把這次的補選把它做好 那結果都沒有啊 那我看現在這個眼寬恆說 找不管是找這個什麼 阿嬤啊阿姬 還有他的好兄弟 來拍這個推薦廣告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啦 因為就是說 這個找明年來推薦來加持 那就是可能想都為自己加分 可是要先看看說 這三個人到底講說 講了什麼 你在過去你在當立委 是不是有做了什麼 對在地有做哪些貢獻 做哪些建設 那你在立法院的表現問證是如何 不是說啊 我們是感情很好 我要叫阿姑啦 叫阿姊啦 好兄弟 這個就可以糊弄過去了 沒有 你要推薦的話 是選民要聽到說 譬如說江啟臣講說 欸這個 這個嚴寬恆 在立法院 這個出席率很高 這個問證 非常的勤勞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大家還可以相信說 這個推薦是有效的 可是這個江啟臣講不出來嘛 因為他沒有這個 沒有到這個立法院質詢的次數非常少嘛 然後這個在地方上面 你說什麼推動的建設也是很少啊 那所以說這個江啟臣這個講不出來 那講不出來只好講說 你兄弟啊 你兄弟啊 講這些 講這些兄弟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選民不一定會買單 那可能對於你們自己 這個國民黨內部陣營的人 或許有用啦 可是選民還是要看說 到底你嚴寬恆跟林靜穎 你們都是當過第九屆的立法委員 那大家一起來看看說 第九屆的立法委員 那你們在立法院問證的成績怎麼樣 那像林靜穎今天就提出來了 除了提出他的政見之外 還有提出他過去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的問證的表現 他說他唯一贏過這個嚴寬恆的 他這個財報 或是說他這個財產申報 就是他的政見 他做的東西比他多啦 所以選民看的是這個 因為你們過去都當過立委 可以拿你們過去當立委的政見 在國會問證的表現 當作未來要投票的指標 這個就是很好 這個東西會比誰來加持 或是說這個誰來推薦 那如果你真的要找大咖來的話 我建議一個人 就是我們新北市市長 侯友宇 如果你今天找到侯友宇 來幫你推薦 那我說你嚴寬恆了不起 算你厲害 如果今天找不到侯友宇 現在國民黨民調最高的人 來幫你加持 我看也是普普 好這個嚴寬恆找了三位 他說一個他要叫阿姑 楊求英一個是 他要叫阿姬的許淑華 還有他的好兄弟江啟成 這三位真的講得出嚴寬恆 當立委的時候 替台中市做了什麼嗎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請永宏議員 來幫大家補充 請多久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